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很难 很不容易的 这个有的人说江山仪改 秉心难移 这个性格难改 这个观念更难改 多半的人都有自己的一种陷入为主或者是出足入农这种观念 总是因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已经几十年了或者是自己已经就这样子慢慢的形成这样子的想法 要改变一个一个人的观念是相当难的 他总是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正确的 一定是这样子 甚至于那一些犯罪的人 他们以为他们的观念还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这是这种潜移文化 不能够用输教的方式 用输教的方式要师傅人家 可能不容易 那我们这是从用关怀的方式达成教育的目的 是这样子的 因此关怀跟教育是互动的 那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深教 我去关怀你 然后透过我的关怀的举动 你可以学到一些什么 是这样子 是深教 但是如果说是修校教育的话 也要主张老师的深教 何况我们所谓大关怀的一种教育 那一定是从人的品性 人的道德 以及你对他的一种关心 他感受到以后 他的观念会转变 比如说有人参加我们的互动的时候 我们看对象的 我们有一些对象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对他们佛物的无畏不止 照顾的无畏不止 思想的无畏不止 让他们感觉上 为什么这些人 这一群人对我们这么好 我就告诉他们 很简单 就是说 让你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的关怀人 如何的为人设想 如何的把一个人照顾到 他自己心里觉得心里很高兴 无畏不止 无畏不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回去的时候 你也会影响人的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态度 也有这样的心量 也有这样的一种做法 那你也能够得到人家的认同 所以这种关怀教育 大关怀教育 主要点还是用 用人的一种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不是仅仅是用嘴巴告诉他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还有呢 并不是仅仅是用书本写的告诉人家 你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很多人现在总是觉得要宣传 宣传用口头的宣传 用文字的宣传 用一种透过什么媒体的宣传 这个有用 不是没有用 但是呢 还不如用这个身教 这个身体的行 医生主持 医生示范 那这样子的话呢 更能够得到人家的认同 所以我们这个 就是心灵环保的 所以关怀教育 主要的是从观念的改变 那观念的改变 就是我们叫心灵环保 心灵环保一定是从自己做起 我常常问我的弟子们 以及问我的修生们 我说提升人的品质 究竟提升谁的品质 大家说 我们用复法的观念 来提升人的品质 我说你究竟错误的 一定要用复法的观念 复教的方法 复法的方法 来提升自己的品质 改善自己 改变自己 来迎合他人 来摄影他人 而不是叫人家摄影我 而是要我们摄影人 人家需求的 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呢 也就摄影人 而并不是叫人家摄影我们的 用这种方式的话 你的 自己的人品提升 一定会提升到 这个越来越好 那因为人品提升 直接提升以后呢 人家会出的影响 也会跟着你跑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关怀 大关怀教育里面的 一个重点 有许多的人 就是观念 是转不过来的时候 他好像是已经走到距禁 那我们就输导他 告诉他 我常常用故事 或者是用我个人 我个人常常遇到困难 常常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我有这么几句话 我是常常劝勉人的 我说这个世界上的事啊 往往呢 不如意的是十常八九 你要希望这个环境改变 生意你这种可能性 由这个呢 这个四分之二 一 二 其他人都不可能 这个如你所愿 是 那么 因此呢 我觉得 我说这个就是不如意 也觉得是 觉得是很好 另外呢 我就告诉人 告诉我 用这个提出一个观念 我说呢 这个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呢 人转 如果有人强制你的 你这个人都不能转 你的心要转 你的观念转 想法转 就是在最绝望的时候啊 你还存着无限的希望 这个你的心 没有办法人家控制你的 你无限的希望是什么 那就是一个价值的判断的问题 马上死了 你还有什么价值 马上死了 也有价值 看看你死的 值得不值得 如果死的 觉得死得其所 这个 那也是很好啊 那我们就是说 这种观念的转变呢 是以人格来影响人的 那么这个叫大关怀教育啊 是 我想在下一集再讲 是 非常谢谢师傅开示 那么 师傅谈到就是 提升人的品质 要从自己做起 而改变心灵呢 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也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 跟我们一起分享 魔法的指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